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老师 晚安 明天见 莫老师 我们一起去吃个夜宵吧 又是夜宵 我可不想像上次一样再被神长流折腾 不行 我男朋友会吃醋的 男 男朋友 对不起 我这就走 喂 你 也不用这么夸张 不过 这还是我第一次出差这么久呢 也不知道那个狗男人现在在干嘛 我想他干什么 好像有奇怪的声音 走开 芽芽 是我 你怎么会在这里 疼疼疼疼疼 活该 谁要你杀我 我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 惊吓还差不多吧 你突然跑来这里干什么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找你 我父母想见你 屁 电话里不能说 这个家伙就是故意跟过来的 当谁不知道呢 啊 什么时候 我还没准备好呢 这个问题先不要讨论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要说一下 羊羊 这个真的好疼 我也不是故意的嘛 那可是爷用十成力气打的 疼死你活该 所以你要不成我 不是吧 又来 长流 这里隔音不好 会被听到的 嘘 那就不要说谎 原以为出差是休息 但现在觉得 还不如在家里待着 至少家里的被子 跪久了膝盖不疼 沈长流要带你见家长 你去不去 去呗 说不定还会上演一出豪门大剧呢 比如 拿着一个意 离开我儿子 不要你负自己了 长流 等你脸上的伤好了 我们再去见你父母吧 怎么 怕我爸妈觉得 这媳妇还会打人 那也是你活该 谁叫你吓我 其实我父母人都很好 你别担心 我知道 我只是有一点点紧张 可能还有一点点期待 一个意什么的 杨阳 你不用紧张 一切有我 这辈子都有我 嗯 那感情好 反正我不想努力了 等一下进去喊伯父伯母就好 妈脾气温和 爸比较严肃 但你也别怕 他只是不爱说话 我和你在一起这么久 都没听你提过家里的事情 哦 因为年少无知 对不起过他们 我们下车吧 杨阳 伯父伯母 你们好 啊 过来吧 这大钻戒 看来沈长流的家境不简单啊 他绝对能拿出来一个亿 之前就听长流提起过你 今天终于见面了 这次邀请你过来 主要想告诉你 又开始了吗 又开始了吗 我们没买见面里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这卡里的钱随变花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伯母 我有工作 不用了 不对吧 这个剧情奇奇怪怪 不应该是甩钱让我离开他儿子吗 都是一家人 妈给你就拿着 可是 我 不好玩 拿钱离开我儿子才好玩 妈 我带他去下洗手间 好 你摆着个脸色干嘛 你要是再把儿子气走 那我也搬出去 你一个人过吧 长流可是说了 这次多亏杨阳劝他回家 怎么 你还不满意 我没这个意思 那么多年 儿子能回来就不错了 我看杨阳这孩子太单纯 指不定是被儿子拐到手的 长流和他在一起 总好过那个苏白嘛 是不是 杨阳 你不高兴吗 嗯 你父母 是不是嫌弃我配不上你啊 毫无白脸花尊严要来的钱 这我不得做一下 不是 他们习惯拿钱打发人 我小的时候 他们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除了打钱 什么都不做 长流 没事的 以后我陪你 杨阳 你真好 好了 快点回去吧 唉 人生难得遇到一个肯陪你演的 怎么去了这么久 来来来 上菜了 我也有礼物 这是新别墅区的一栋别墅 给你住的和长流没关系 谢 谢谢伯父 我的妈呀 钱这么好赚的吗 以前为什么不开展这样的业务 那我早就报复了 你的尊严呢大佬 什么尊严有别墅香 没有 愿着干什么 赶快包虾给伯父伯母吃呀 杨阳这孩子真招人疼 性格好心眼也好 长流真是捡到宝了 我父母对你很满意 他们好像也没问我什么问题 这样真的可以吗 哦 其实你家的情况 我已经提前跟他们说过了 怕到时候面对面问你 不好意思 那你家呢 沈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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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杨阳 没有 我只是 长流 我想一个人静静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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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介意我的家是吗 没有 我只是有点累了 想睡觉 告诉我好吗 到底怎么回事 外边的花真好看 你将来 会遇到更多更好看的花 什 什么花 杨阳你在说什么 你不高兴了吗 是不是还在怪我瞒着你家里的事啊 别紧张 我真的只是累了而已 累了就想休息 这很正常 哦 但想等醒的事扯来落定之后 再告诉杨阳我的家事 果然 她还是在怪我一瞒吗 大佬 你真的介意沈长流的家庭背景吗 当然不介意了 那你为什么 这题你得自己想 喂 成功了 杨阳 出去了吗 有个纸条 拍戏的东西 已经帮你收拾好了 记得吃早饭 她还是这样体贴 可为什么会这么不安 帮我查一下 陆凉林最近的行踪 是 沈先生 莫老师再见 拜拜 陆学长 你怎么来了 阿阳 我想和你聊几句 我可没告诉她学校地址 所以 她背后的人 大概率是苏白了 不行 陆学长 这花我不能收 收下吧阿阳 我过两天 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作为告别 能不能让我再请你吃顿饭啊 这 只是一顿饭而已 我出国以后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了 沈长流 我是怕被狗仔拍到了 会对长流有不好的影响 学长 你让我再考虑一下 阿阳 其实你知道的 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 注定无法长久 你何必 我知道了学长 我 会给你回复的 杨杨为什么会和陆良临那个家伙在一起 鱼儿上钩了 我的杨杨 到底怎么了 杨杨 长流 你过来 杨杨 你怎么喝酒了 长流 我们 分手吧 啊 不行 杨杨 你在说什么傻话 你告诉我 你在开玩笑对吧 陆学长说的对啊 你是沈氏集团的继承人 而我不过是一个钢琴老师 我没什么志向 就希望和心爱的人白头到老 我不想以后被你抛弃 还要苦苦哀求你 这样 我会很讨厌自己 我 我恨不得把心掏给你啊 杨杨 我怎么可能抛弃你呢 那么多年 只有遇到你我才算是活着 可是 我 杨杨 你要是不喜欢沈家 那我们就不回去 我可以不要全世界 我是你的 只属于你一个人 我求求你 以后不要再说分手的话 我会死的 从拥有到被拥有 她的态度已经转变了 对不起 我只是 害怕你会离开我 杨杨 我看不懂 但我大为震撼 宿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要杜绝沈长流 一切出轨的可能性啊 尤雁 尤雁 我爱你 尤雁 我要让现在的她知道 失去我的这份痛苦 她担不起 你怎么哭得像个草莓 红彤彤的 我才没 我有一个办法 能知酷哥 要不要试一试 慎长柳 你骗人 我没骗你 就是在帮你 你就是在骗我 我不要了 但是现在不打嗝了 对吧 打嗝倒是不打了 特别想打狗男人 我怎么觉得 好像是宋主尔体被调教了呢 闭嘴 累死我了 杨阳 怎么了 我想把你的狗头拧下来 你说怎么了 不疼吗 不疼 你高兴我就不疼 我好累啊 可是陆学长还要请我吃饭 好 那我去转告他 就说你有事去不了 嗯 也行 沈长柳 我都把他送到你面前了 你可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该动手时就动手哟 阳光明媚的早晨感觉真好 卧槽 什么味儿 沈长柳 对不起啊杨阳 我只是想跟你熬粥而已 你管那黑乎乎的一坨东西叫做粥 都这么大人了 连照顾自己都不会 我就是废物 不行 可会了 不正经的时候棒的一坨 我不会嘛 有你教我才知道该怎么做 我可离不开你的 够男人 离不开就对了 杨阳 我要及时得出去一趟 你赶快在家里待着吧 嗯 那你早最早回啊 沈长柳要去算账了 他会不会直接把陆良林搞死啊 我们等着瞧呗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大佬 都快活去一整天了 沈长柳该不会被陆良林反杀了吧 那个狗男人 十个陆良林都逗不过 你就耐心等着吧 有消息了 沈长柳在我们手里 献你今天拿出五百万现金 到淮花路一百八十一号的废弃仓库 报警的话 我们就撕票 啊 保保保保 绑架 快报警啊大佬 沈长柳有危险了 沈长柳怎么会突然落在陆良林的手里 除非 先不报警 你要亲自去 确定我这样可以吗 嗯 我可是单纯无脑的白莲花 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沈长柳去死 杨阳别过来 啊 长柳 我把钱给你们 你们别伤害他 你有没有报警 我 我没 长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陆良林干的 这个人简直是个疯子 陆良林疯 不看你才是疯癖吧 对不起 我没想到陆良林会这样做 求求你们放了长柳 给我闭嘴 我们头说了 你们两个人都得死 长柳 别动 不然你知道下场如何 都让开 长柳 没事 我们慢慢退出去 你先去开车 嗯 这个狗男人 戏真多 事已至此 还是配合你也玩吧 影帝过招 精彩精彩 长柳 你快过来 我们走 还是吓到瑶瑶了 没事的 现在都没事了 可是 究竟是谁要绑架你 其实 这都是陆良林的骗局 他本来打算请你吃饭 趁机下药 然后敲诈勒索你 可是他没有想到去的是我 我一时不被被他打晕 才刚醒过来就看见了你 这一套说辞 我差点就信了 都怪我 没想到陆良林 居然是这样的人 对不起啊 长柳 是我害了你 知人知面不知心 杨阳 这不是你的错 陆良林 用心险恶 骗了你是他 该死 我会保护你的 不要害怕了 长柳 你放心 我以后不会再随便 相信别人了 这个世界都是坏的 只有我是好的 以后 就好待在我身边吧 宿主 我还是不懂 你是怎么看穿沈长柳 被绑架是假的 哼 这场戏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 沈长柳根本就不可能 被陆良林轻易放倒 更何况 你见过哪个剑妃绑架人的时候 是用枪指着人质的肩膀的 这也行 长柳 不要离开我 没想到杨阳 真的会不顾危险来救我 果然 杨阳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宝贝 沈先生 你昨天晚上拿枪指着她 要是把她吓坏了怎么办 对不起沈先生 救命 快放开我 你这样做是没法的 长话短说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苏白是不是答应你 只要你把杨阳 从我身边抢走 她就让你进入世界顶级的爱音乐团 不是 我是真的喜欢阿阳 就等你也配喜欢杨阳 我有很多种办法 可以让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这个世界 你想试什么 我求求你 我真的走了 我再也不敢了 把她和苏白安排出国 永久监视 这辈子都别想靠近杨阳一步 监视 你 你怎么敢 杨阳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谁都别想把她从我身边抢走 你以为你靠近杨阳的第一颗气 还要退路 已经到冬天了 按照任务 我是不是要跟沈长流过一辈子 确实是这样 不过身体原因离开不算 杀青了 大家辛苦了 沈先生 外面有人找你 杨阳 杨阳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汤 冷不冷 别动感冒了 有点 这个够男人 身材怎么越来越好了 今天是圣诞节 晚上我们一起过 好不好 好 长流 你快看 那边的烟花好漂亮 杨阳 杨阳 我们结婚吧 长流 你说什么 没事 我是说 你变感冒了 我才没有呢 我们进屋吧 杨阳 杨阳 杨阳弟 看这里 杨阳弟 你对今晚拿下大奖 有信心吗 紧张吗 还好 没事 要他要我 这个憨憨 真是越来越没脸没皮了 第二十一届 金珍珠奖的最佳男主角是 沈长流 狗男人还挺生气的嘛 真不错 这次得奖 我感谢剧组的所有人 他们都为目击证人这部电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虽然很高兴获奖 不过借此机会 我宣布一件事 我 决定退出娱乐圈 我没听错吧 沈长流要退出娱乐圈 可惜了 退出娱乐圈 他上次说的是认真的 这并不是一时冲动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这么多年一来 我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快乐 直到遇见了他 我的生活才有了色彩 他就像草莓一样 总能甜到我的心感 我想用余生的时间 沈长流 去专心守护他 爱他 沈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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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余生的挚爱 莫知遥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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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你还愣着干什么 我答应他 好 我答应你 摇摇 你的手 怎么抖成这样 我紧张 摇摇 我以后一定做一个 三聪四德的好男人 那我就用一辈子的时间 去见证 神隐地退圈了 爹 清洁 你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 都快进去教堂了 怎么你想反悔 怎么可能 我一辈子都不想放过你 从开始的提升关系 到现在的海市山沐 兜兜转转 才发现命定之人就在身边 瑶瑶 你愿意 将你的余生托付给我吗 嗯 沈长流 你不能和他在一起 不是已经把他和陆梁里弄到非洲了吗 怎么还出现在这里 不许看他 我去解决 可是 没事的 马上就好 该了结的 哎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切会变成这样 沈长流是我的 我的 你从小就被惯坏了 拿别人对你的好 当做理所当然 这些年来 你只是把沈长流当做一条退路 不是吗 我也是喜欢他的 如果我不喜欢他 我怎么可能来这里找长流 你配不上他 你怎么还以为 在这段感情之中 我是弱势呢 你不明白 自始至终 都是我在左右沈长流的思绪 我让他哭他就得哭 想让他笑 他就会笑 于人心来说 你永远都不过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不允许你这样对长流 不然 难道要继续看沈长流 在你的冷漠里挣扎 十五年来 但凡你真的爱他 或者有点怜悯都不会这样 可你只想接受别人的好 不肯为长流付出 所以这样看来 我可比你好得太多了 就这样吧 我先回去结婚了 莫志扬 你爱死长流吗 放开我 你觉得 今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 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十几个地 只要你愿意 我们回家都可以 杨阳 你要是再诱惑我下去 我可不妨认会发生什么事情 杨阳 我爱你 谢童 我还有多少时间 大概半年左右吧 这个病是元主带来的 我也只能帮忙 一直到现在 只是一想到那个寒寒 杨阳 过来吃早餐吧 嗯 怎么 你身体不舒服吗 有点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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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沈先生 莫先生患的是骨癌 可以通过药物缓解 但莫先生的身体 已经没办法承受 杨阳 你醒了 我这 睡了多久 一天一夜 医生已经帮你检查了身体 没事的 长流 你不用瞒我了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有数 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杨阳 你明明知道我不能没有你 你该明白的 人生不如一只事 十有八九 最后 陪我休息下吧 长流 医生说你很快就会好的 我买了好多草莓 等你回家吃 马上春天就到了 我们可以去阿尔兰 那里有一大片的草原 前面任务已完成 即将开启下一个世界 宿主 时间到了 我们该走了 我们下辈子见 沈长流 沈长流终究没能留下墨之羊 空荡的家里 只剩下墨之羊生活过的痕迹 陪伴他度过余生 神ive 公共 不 民众